哈喽,我是科技哉男生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隐藏你的秘密文件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号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方面的资讯有兴趣的话 现在就订阅和关注圣号TV 有什么文件是需要特别隐藏起来的呢? 这个不用我说了吧 那么这里我就直接进入 如何隐藏你的秘密文件 首先呢,你需要有一个Folder 这里呢,我有一个Folder叫做HiddenSign号 你可以把你不可告人的文件 放进去这个Folder里面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Terminal Command Space Terminal 然后输入 然后再按Space 然后再点选你要的那个Folder 然后把它拉进去这个Terminal这边 拉进来的好处呢 就是你不需要重新打这个Fold path 所以我们现在按Enter 看这个Folder就不见了 它其实没有不见 它只是被我们隐藏起来了 其实只要在这个Test Store这边 按Command Shift 动 所以看到完了 如果后来你改变主意前 要把这个文件夹公开的话呢 可以这样做 要把这个隐藏了的Folder 公开的话呢 只要输入这个 然后按Space 再同样的把这个Folder 拉进来 然后我们按Enter 它就被公开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 以上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就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实用小技巧的话呢 就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不是声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